當代館的作品真的都非常精彩 如果你最近經過當代館 你會看到一個很特別的裝置 藝術家黃布卿 用吉里草的種子 年會出自己跟他已故的妻子的肖像 他們的雙眼用大量的棉線相連 天人隔空 凝神對望 而且還有一座像雀橋一般的步道 觀眾可以行走其中 兩幅吉里草種子拼出的大型畫作 在當代藝術館門口 深情對望 中間用四千多條 象徵情絲的棉線連接 這是藝術家黃布卿的作品《雙寧》 紀念過世的妻子 吉里子則是他跟太太 一起創作的共同回憶 它的還原性非常強 它是一個感覺上 好像跟我們台灣人的本質很強 它的生命力很旺 所以我用吉里子來做作品 就是有一點叫呼籲 一種我們台灣對生態的一種關注 藝術家黃布卿這次在當代藝術館展出近年創作 出生自鹿港的他從小跟大海一起生活 他用投影機結合掛在空中的水袋 營造出大海環繞的氛圍 黃布卿也非常重視環境生態 他利用紙磚雕出女性以及枯掉的樹木 女性代表孕育大地的母體 而枯掉的樹木諷刺現代人過度浪費 加速森林的砍伐 我對這種報紙這麼誇張的這種 我覺得它是在浪費我們的資源 你看我們每天一大碟 裡面講沒有幾件震驚的事 除了土地外黃布卿也認為 現代人不珍惜日常用品 於是他到資源回收場 蒐集廢鐵 垃圾 結合棉線 重新打造成像是蝴蝶的裝置藝術 形容這些廢棄物破茧而出 創造全新價值 很多東西我都在資源回收場買回來 處理一下就可以賺 但是我們今天大家都覺得 海南的壞了就丟了 那這樣的行為就變成一種資源的浪費 黃布卿另外從台南的黃金海岸 蒐集當地的垃圾拼成兩個人形 前面再放上兩隻小鸚鵡 象徵年輕人單純的愛情 藝術家的作品都取材自大自然 或是垃圾場 黃布卿的藝術品 呈現他對社會的觀察以及省思